大家好,我是老韩 今天这个视频咱们给大家聊一种比较特殊的形式 这个是最近这段时间来学习的学员问到的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就是用手机把这个图片做成视频 然后配上文案,用这个软件里边自带的配音 这样做成的视频到底能不能行呢 那么这个问题其实不是第一次听到了 之前给大家也讲过这个形式 但是现在仍然有人问了 那今天就来介绍这个视频给大家讲一讲这种形式 以及我们正常的最建议大家去做的那种视频类型 要说这种形式其实制作起来非常简单 大家也可以看得出来用手机自动去搜索网上的图片 或者网上的视频片段 然后做成视频 然后做成视频 你只需要做的一件事 就是把文案复制粘贴到里边 它就会自动生成 这个其实过程很简单 甚至可以说那些手机运行速度快的 可能两分钟都用不了 但是这个过程真的我们做出来的视频 是符合自媒体要求的吗 这个是最大的问题 今天呢在这给大家说结果 其实呢这种形式的视频 是不符合自媒体要求的 它过不了原创 而且这个学员做的这件事呢 还有一个误区 就是它的文案也不是他自己的 之前我们在视频中一直强调了 说我们做自媒体最长久的做法 就是你得做原创 那么文案你如果不自己去写的话 这个东西呢往后面 不管你怎么说怎么做 它都是有问题的 你去复制别人的文案 去抄袭别人的文案 去写稿 去改别人的文案 这些方法现在都是不可行的 只改几个关键词 只替换这些词语 这种洗稿行为 现在呢绝对是做不了的 平台现在呢也能查得出来 所以说那些相关的软件 我看呢还有人在网上去问这些东西 还有一些人呢 加我好友 然后问我有没有这样的软件 这个呢我这儿 这样的软件呢 以前呢有好几个 现在我基本上都没有用过的 这些软件呢都直接放到网盘里 后来因为空间太小 抓不开 然后呢都给删除了 这些东西根本就用不到了 现在不是说这些软件不能用了 而是平台现在要求越来越高了 这个软件它肯定是能用的 还是能这么做 但是这样做出来的视频 它是不行的 做出来的文案也是不行的 那么这种形式的文案去做 用这种手机 一键成片的这种形式 这种图片动画的 网上搜索的视频素材 拼凑成的视频的话 问题会非常多 因为现在这个各种 这种讲解软件里边 它的自身的这个视频素材 非常有限 所以说它们素材有限的情况下 让它自动匹配 去制作视频的话 那效果是非常不好的 所以这种形式 有两个非常大的问题 一个是你过不了原创 过不了原创 其实对于很多星号来说 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最主要的影响 就是中视频计划 之前我们给大家说了 中视频计划 需要您有播放量的要求 然后呢还要去申请 平台会通过审核 然后呢你才能开通收益 这个想要让平台通过审核 这呢有两种方法 一个方法是什么呢 就是你去做优质的内容 像上面提到的这种视频形式 是达标不了的 这样呢给大家说清楚了 就是我们用手机APP 剪辑软件去制作这种图片 或者是视频片段 自动生成一条视频的 这样的形式是绝对不符合 平台要求的 这个你永远也开通不了 中视频计划 那么咱们为了更多的帮助大家 肯定呢要说这个东西 到底怎么开通 怎么开通中视频计划呢 这样的给大家提供一个方法 说这个方法之前 你得先明白 中视频计划是什么 以前我们给大家讲过很多遍 这样的不重复去讲了 就区别一点来讲 就是中视频计划 它是把横屏视频 同步到竖屏视频平台 同时享受两个平台的流量的 带来的收益 是这么一回事 那么这个时候 你想开通中视频计划 有两个端口 一个是横屏平台 横屏视频平台可以开通 另外竖屏视频平台 它也可以开通 这两个端口呢 都可以开通 都可以申请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要做的事呢 很简单 就是你要想尽快开通的话 怎么做呢 我们现在为止得知的 在横屏评的当中 就是我们做自媒体短视频 这个要求比较高 那么在竖屏平台当中 是不是要求也比较高呢 这儿呢 告诉大家一个答案 不是的 它的要求非常低 所以说方法 其实呢 基本上也就出来了 可能有一部分人能理解了 那这儿说得清楚一点 比如说一些 最简单的形式的视频 像录屏的那些形式 比如说这个游戏视频 现在流行的一种技术就是 这种比如说打个游戏啊 具体的游戏名字就不说了 手游之类的 那么这种手游录屏 但实时解说的视频 一到两分钟 非常短的一个视频时长 那么发出去 一边发横屏的 然后呢 同步到竖屏的平台 也就是申请中视频计划 然后呢 我们在竖屏平台当中 有了这个视频了 然后呢 具体的技术怎么做呢 就给它流量 通过一些技术手段 或者是付费 然后呢 把这个竖屏平台的视频 某一个视频 或者几个视频 三个视频当中 有那么几个视频 给它增加流量 只要它满足了 播放量17,000的标准之后 它就可以申请了 那你在这种情况下去 申请的话 那走这个竖屏平台 这条路去申请 那效果呢 就会非常好 这个要求呢 就会非常低 就很容易通过 这也是一种 非常简单的形式 所以大家如果 只是想开通这个权益的话 这其实非常简单 包括你真人出镜 口播有文案的情况下 去讲一些乐点话题 当然不是违规话题 是乐点话题 那你发上 三条五条的视频 也是可以通过的 因为什么呢 乐点话题有流量 有文案去口播 录制视频的情况下 这个视频质量也非常高 甚至如果这个质量 还不够的话 那你可以在视频画面当中 再加入一些视频素材 去剪辑多一些画面的切换 这样的情况下呢 就能符合要求了 这两种方法都可以 一个是技巧类的 一个呢就是质量类的 我们做自媒体呢 还是建议大家说 后期发展 你一定要增加视频内容质量 做一个锤类 不要盲目的去追乐点 也不要说盲目的去蹭流量 还是要形成一定的内容机制 你的账号做什么领域 什么方向的内容 一定要长期做下去 不要看到今天什么东西 乐门了 你就去做 那乐门的东西 只是乐门一两天 你的视频推荐周期 可是要好几年的 一个视频 咱们知道 可能两年前 你发的一个视频 到今天都有推荐量 那你老发那些 时效性比较强的 乐点话题的视频 那个其实呢 当时效果看似很好 可能有的 当时效果都不好 那以后这个视频 它的流量呢 就很有限 所以大家也不要做这种事情 想长久做自媒体 那就要考虑长久的打法 那么以上说的这种形式 为什么今天重点去讲了 这样的一个形式呢 其实呢 就是给大家做一期避坑指南 因为网上 我看有的人呢 出这样的教程 说通过这种形式 每天能够赚好几百块钱 这个其实就是吓糊弄人的 这儿呢 希望大家也不要尝试 当然你如果想试的话 你可以去试一试 好了 今天呢 就给大家分享到这儿 感谢你的点赞观众 这是咱们下期再见